欣赏动漫魅力聊过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亮电影 每个人的死亡都有一个原因 如果没有原因的人是不能够投胎的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于是费尽心思查找真相的高笑短片 幽灵毛毛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因此没有办法转世投胎 无奈的她交了一帮的幽灵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着死亡的经过 但是毛毛对于这些话题却插不上嘴 相是好友小乐 她是工作意外去世的 安娜是死于她知有家的电视机 还有已经断成了姐姐的狗狗 虽然她不说原因 但是过程也一定十分的糟糕 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死得明明白白 除了毛毛意外 于是她决定找出自己死亡的真相 首先她来到了一个占卜师这里 占卜师给她占卜出了一个666的牌面 虽然毛毛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顺着线索 寻找和666有关的一切事情 可是因为她的长相 很多人都嘲笑她 不愿意和她聊天 好在最后还是有幽灵 发现了她背后的纸条 那是一个旅馆的名字 于是她坐上火车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而这里有很多的幽灵 虽然他们互不干涉 但是毛毛却很是害怕 最后战战兢兢的她 来到了一个666号的房间 当她进来之后 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很是熟悉 相信这里就是她曾经去世的地方 可是她左看看右看看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突然她发现墙壁上放着一个拍视频的相机 于是她拿了回去 打算让朋友们帮自己寻找线索 然而当蝶片放入电视机之后 里面就出现了她自己 就在大家对此没有任何兴趣的时候 画面开始正常播放 原来大众和同伴们 一起到666的房间探寻轨迹 而她拿来的仪器也响个不停 仿佛告诉她这里有很多的鬼 被吓坏的她 不小心撞掉了窗帘 并且披在了头上 然而她看到镜子之中这样的造型之后 就被吓死了 而披着窗帘的毛毛正是大柱 当她掀开头上的窗帘的时候 大柱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这下大柱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因此有了投胎转射的机会 死亡给每个人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而我们每个幽灵也都会死得明明白白 看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 懂我到了生命的尽头 会是怎么死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